大家好我是蜜卡 今天就来讲下过要打住跟相隔离大的合作 那基本上从年初才到这段时间都想说 为什么没有相隔离大的合作 明明就动画新翻也是蛮有名的 终于就等到了 那这回的合作角色一整套系列下来还是会有一定的强度 所以就趁着这一次机会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介绍吧 是不是马上开始 首先嘛就来到第一只水属性的角色 热伤反射速度型 然后被动了就是一个示范被动应对 只不过嘛最重要的一个点就在说 这一回用来去挑战高难度关卡火力爵 针对到超少的M反传送 再配合到巨人位置的反板块 就可以做一个陷阱上面的对应 而且啊前面提到的速度型那个设计啦 给到战型之术以后碰到墙壁可以去获得到多意思的加速 针对到关卡里面清理小怪也是蛮友善的 然后第二个嘛巨人位置的部分啦 有去给到初击杀手M 初击杀手M的一个卖点嘛 当然就还是清理小怪 无论是清理小怪啦 还是对行输出啦 压力还是轻松不少 特别嘛就针对到用来触发黄防御力下降的小怪啦 跟黄也是同一个种族都是幻药 所以这边下来的话其实可以啦 顺便先触发到防御力下降的同时 对黄的后续啊也是可以做到一个大伤害了 后续嘛就来到友情机的部分 分别啦就会有随属性的超强高阶高叉刺针弹 跟无属性的暴绝斩击 那目前来看的话其实啦 友情针对到火力绝真的没什么用 除非嘛跑到像黎奥之类的火力啦 才会伤害有砍进去 要不然的话其实就只能看看用 最后啦就来到SS的部分 那目前啦倍率就不太清楚 20加4个回合自强化 然后碰住到的敌人一定期间一类 弱点全部出现 然后停止后HP减少至三分之一 再用一个追击啦去砍敌人 那目前来看的话其实自强化倍率不低 而且嘛开弱点本身也是一个失去效果 所以嘛针对到后续队友的攻击啦 也是可以发挥到一定的作用 当然最后嘛就他的SS的部分 SS的话其实就可圈可点 他其实最大的问题啦就在说 前面开嘛针对到火力决这一关也真的不是很占有优势 那目前根据我的观察下来啦 应该大比率是一个直欧追击 所以这边下来的话当然还是要连同黄的弱点看进去 只不过嘛黄1跟黄2弱点的 黄1是没有弱点的 黄2只有一个弱点 所以他真的可以去发挥到效果的话大概率就真的只有微血 而且嘛他的HP减少至三分之一 这个血量真的是压得蛮夸张的 所以这边下来还是要考虑到后续的战斗血量够不够 那目前角色嘛就一个反射而言啦 没有意外的话就应该把米勒的位置顶替下来 所以没有米勒以后队伍的血量能不能控制好了 其实在这边还是先打上一个很大的问号 当然也可以去把它当成一个处理微血的手段 因为嘛就算推出了黎奥约团以后 其实火力决的伟皇啦都是一个蛮难处理到的地方 所以这边下来的话就一个适应的战斗力啦 可能在队伍里面放一只啦都是一个蛮不错的选项 角色臭跟不臭的话其实针对到新手而言啦 他前面还有给到一个超反中力护照 所以被动应对的还算多 有情记对新手而言 无论是刷速库啊还是挑战到一些中高难度的关卡 也是蛮不错用的 所以还是会推荐到各位玩家去入手咯 之后啦就来到第二只光属性的最佳剑鱼 贯通平衡型 角色嘛同样的也是一个四番被动应对 特别嘛针对到超反传手跟超反一转臂 同样的也是针对到高难度关卡的安离绝 所以啊不得不说这套系列也是蛮针对到离绝的 还是要看到角色一个被动 他有去给到冲撕M跟弱点杀手 角色的一个力量啦跟速度都可以去获得到提升 特别嘛就针对到弱点杀手的部分 配合到这一回设计的友情技 分别啦就会有光属性的追踪球体 跟无属性的超觉重距离毒框三弹九 那比较重要的话当然还是追踪球体 本身嘛伤害就不低的状况底下 针对到高难度关卡超平衡型属性倍率 然后再加上弱点杀手还是可以去做得到一个蛮不错的伤害 至于嘛第二招友情放毒的部分 就还是针对到九月初推出的路米拉斯 需要嘛在队伍里面防有一些放毒的角色 来去触发到毒杀手EL 那这一个下来啦针对到关通角色 也算是一个可以的选项 来到SS的部分嘛 20加4个回合 直欧追击 攻击最初碰住的敌人 那各位要留意到哦 他这个直欧倍率啦 是跟绿谷一样就攻击到最初碰住的敌人 只不过这个倍率下来 目前啦就根据官方的使用影片 就没有办法做到one pun的效果 除此以外啦 有一个比较可宣可点的地方嘛就在说 他的one puns啦 去跟波波比起来的话 波波本身还可以去利用到自强化 去把敌人的层数推高或者就推满 然后他这个追加监狱嘛 就因为是追出彭珠的关系 所以他在要开启SS之前啦 如果各位想要把伤害推到最高的话 就必须利用到其他角色 先把黄的层数推满 才可以去打出一个最大的效果 所以这边相比起来的话 他难度分倒是高了不少哦 角色而言的话 这一回虽然有去针对到高难度关卡 但是啊我就不怎么推荐哦 我的一个整合评价嘛 真的也是蛮那个替代意的概念 原因嘛就在说 目前贯通的四人角色就已经有月α跟路米纳斯 然后反射就顶上了波波跟魔神α来去做一个黄的one puns 还有路上小怪的清理 所以这边下来的话我这个结论嘛就在说 如果你的账号真的是完全没有角色挑战的状况底下 那这个就可以放入到队伍里面 相对的角色都已经抽好抽满了 在这个夏天 就没有任何的必要我就觉得 也是一个蛮尴尬的状况 当然嘛你要考虑到上面还有少累者跟反魔法阵的状况底下 特别就是反移转币 后续会不会针对到其他关卡其实还是挺有悬念的 所以还是会推荐到各位保底入手一致啦 最后嘛就来到暗属性的牙色反射平衡型 角色嘛就是一个有三反被动应对 比较尴尬到的点嘛就在说 被动嘛没有去挑战到特别的高难度关卡 所以嘛就简单一点来说啦 真的要蹲一下了 那角色的友情技嘛 分别就有去给到暗属性的贯通目标锁定冲击波巴 跟暗属性的超觉重距离矿山弹路 那这边下来的话其实嘛 针对到高难度关卡 毕竟啦有属性的友情技平衡型 还是会做到一定的伤害 那最后就来到SS16加8个回合 自强化 然后停止后啦就用这个 隔阂来去攻击到最初碰住的敌人 那目前啦在官方的试用影片呢里面看到 他的SS啦就是一个单体的隔阂 除此以外啊 他的倍率其实还算可以 然后前面啊提到的角色被动的位置啊 也是有去给到SS12充人 所以嘛在队伍里面放入到复苏的亚瑟啦 就可以一样机能回转率推的快点 本身呢CD也不算很长 所以这边下来的话其实还算可以 唯一的缺点嘛 就目前角色不是直战力 抽屋回来包包以后可能会蹲一下 那当然目前嘛 后续可能10月以后啦 微开大地结束以后 还是会有一些新推出的 关卡啦 所以这边下来的话 诶可能到时候把你考到也不意外 还是会推荐到各位抽抽看 但是不推荐特别去抽 诶如果歪出来 当然没问题 诶三缺一考虑考虑 好啦大概就这样 那这一回角色的分析啦 就小小的介绍到这边差不多 顺便啦在影片的最后 跟大家稍微讲一下 我这段时间的状况吧 相信啦各位也留意到 这段时间从8月开始嘛 确实影片的更新数量小了蛮多 之前啦在直播的部分 也有跟香港的观众讲到 主要嘛 为什么影片更新的这么少了 就主播跑去念书 去去精致哦 所以连同平常还有PT的时间呢 真的抽不出时间来了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状况 精秀嘛 主要还是挑了多媒体广告设计 主要还是学习到一些 影片的剪辑之类啦 其实各位影片看久了 也会觉得我剪的很利吧 所以就想说 诶真的要精秀一下 无论是未来的工作也好啦 还是YT的影片也好啦 都要去去网上进步嘛 大概就这样 好啦那影片啦 就到这边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都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如果喜欢的话 可以帮我按赞按订阅 那就到这里咯 拜拜